連日大雨沖刷 山頂泥水不斷向下沖 卡努颱風牽引西南風對中南部造成傷害 緊接著午後雷震雨接力影響台灣 目前中南部山區多雨 尤其高坪山區最明顯 8號 9號開始 雨淡炸往平地擴展至全台 北宜開始出現零星降雨 11號後 全台明顯有雨 中北部山區嚴防大雨 得要到13號之後 降雨才會稍少取緩 中南部地區呢 未來一個禮拜都還是會有局部大雨的情形 那在南部山區的話 可能會逐漸累積到 有豪雨以上的等級降雨 北部跟東半部的高溫的情形 會在禮拜二之後 逐漸的虛緩下來 卡努颱風最接近台灣時往右極轉 幾天後再往左彎影響日本沖繩 牽引上來的西南風 讓台灣濕搭搭 氣象專家假猩猩預估 未來10天恐怕還有雙台生成 除了現有的卡努 東南方第7號颱風藍恩 有可能在8月8號 8月9號之間生成 中太平洋附近的朵拉颶風 預估慢慢跨過幻日線 12號之後進入西太平洋 成為今年第8號颱風 進入到剩一年的情況 海溫都是比較偏暖的 所以在這個區域上的話 其實都蠻適合颱風發展的 那目前來看的話 藍恩颱風可能會在3到4天之後 不排除它可能會增強到颱風的等級 整個大氣環境讓颱風接力生長 預估未來一個禮拜的新生成颱風 不會對臺灣造成直接衝擊 這也好 因為光卡努颱風跟西南風 就已經讓臺灣是到不行 3新聞 台北報導 就算了 到 到